爱新觉罗 努尔哈赤 一位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和重要的人物 与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等中原大一统皇帝不同 努尔哈赤虽然妙号太祖 但却从未成为中华大帝的掌权者 他的主要作用在于以十三副铠甲起兵 历经二十余年征战 统一东北女真各部 在关外建立强大的后金政权 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基础 影响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走向 努尔哈赤不仅是成吉斯汗以后 近三百年第二位少数民族军事天才 而且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 完成几百年来没有完成的统一女真的事业 并促使女真人于蒙 汉等各个民族的数十万人 融合为新的民族共同体 满族 公元1559年 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 说起来努尔哈赤家族与明朝渊源颇深 早在明成祖朱蒂时期 其祖上就向明朝进贡称臣 被授建州位指挥使的职务 在此后的近二百年间 努尔哈赤的先祖们一直供奉明朝 明朝对女真的政策也很明确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到努尔哈赤出生的时候 明朝镇守东北的是辽东总兵李成良 他利用女真的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百合 甚至以暴力手段予以压制 因此李成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牢牢控制当地局势 然而一件意外的发生 彻底打破了现状 明朝建州又为指挥使王搞努尔哈赤的外祖父 于1574年判明 结果被李成良诛杀 王搞的儿子阿台张经逃脱回到古勒寨 李成良则率军将这里包围 恰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祖父绝昌安的孙女 绝昌安为使家人免于战乱 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士入城 劝说阿台投降 谁想这时明军大举功成 可怜的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不明不白的死于战火中 这一年努尔哈赤25岁正值血气方刚之年 闻听噩耗 悲痛欲绝 找明军理论质问 李成良出于愧疚 把祖父和父亲遗体归还给他 还赤书30道 马三十匹 封龙虎将军 赴给都督赤书 努尔哈赤心里即便在愤恨 奈何自己势单力薄 面对明朝百万大军 也毫无办法 只能忍气吞声 但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为父报仇 回到部落后 用祖父和父亲遗留的十三副甲州 以及数十不重骑兵 打响了统一建州 女真各部的战争 征服建州 统一女真 努尔哈赤对于自己 几斤几两清楚得很 如果单靠一己之力 别说是统一女真 就算是建州 女真都难如登天 好在努尔哈赤头脑灵光 除了安熟兵法 作战勇猛 而且很有政治手腕 对内任用闲人 不论亲疏门第 只要有一技之长 就大力重用 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 而且讲成分明 功避赏 过避乏 对尽忠效力 建立军功的 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 赐给大量钱财 丰寿绝职 联姻婚娶 荣辱与共 努尔哈赤成功地 把下属不重的心牢牢地 拴在自己身边 并以此招揽许多有才之人 他们为努尔哈赤献计献策 使得努尔哈赤的势力 日渐壮大 在对待建州女真 其他部落方面 努尔哈赤采取恩威病师 以辅为主 以较相辅的战略方针 具体用兵上 实施远交进攻 由远即进 先弱后强 逐步蚕食的策略 同时他还积极争取 与蒙古部落的联盟 尽力避免过早的 遭到明朝的打击 从1583年至1588年 努尔哈赤功克哲臣部 招降苏丸部 董厄部及雅尔谷部 直到消灭建州女真 最后一个对手完颜部 努尔哈赤经过五年征战 相继征服建州五部 实现统一建州女真的目标 当然 努尔哈赤的野心 可不局限于小小的建州 从1591年 努尔哈赤挥师东进 征服长白山大小部落 将整个长白山 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 努尔哈赤的崛起 引起了北部海西女真的警觉 他们担心建州女真的发展 会威胁到自己的地盘 于是海西女真以夜赫部为首 联合乌拉 辉发 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九部 向建州女真发动进攻 双方在古勒山展开决战 努尔哈赤迎来了自己人生 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军事考验 从军力对比上看 九部联盟共三万人 而建州仅有一万人 但努尔哈赤在冷静判断局势后认为 对方人数虽多 但首领各不同属 调度杂乱不一 只要集中打击主要头目 便可将其击溃 于是努尔哈赤从容应对 在联军必经的沿途之路设置重重障碍攻势 使其首尾如同树段长蛇 一样被切断古勒山下 努尔哈赤则聚显而守 集中兵力 攻其主力 斩杀叶赫部首领布寨 生擒乌拉部首领 布占台 九部联军大败 从此努尔哈赤一战成名 军危大振 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力量对比 也发生变化 女真部落核心 由海西转为建州 不过由于海西女真势力强大 虽然遭遇大败 但难以迅速征服 努尔哈赤便采取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的策略 努尔哈赤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 乌拉二部 一方面与他们采取联姻 形成相对稳固的政治同盟 另一方面果断出击灭掉 哈达部和挥发部 此后努尔哈赤继续北上至黑龙江 攻打东海部野人女真 从1598年至1615年 努尔哈赤相继征服隋芬 宁谷塔 穆伦 东俄赫库伦城等十余个部族 完成吞并野人女真 1603年 努尔哈赤迁都到赫图阿拉 辽宁省辅顺市新兵县 随着剑州女真实力的壮大 努尔哈赤不再伪装 开始对海西女真进行最后的征服 从1607年起 剑州女真与乌拉部进行三次较大规模会战 乌拉部损失惨重 1613年初 努尔哈赤攻占乌拉城 乌拉宣告灭亡 紧接着 努尔哈赤率大军对仅存的夜赫部发动攻击 准备将其一举档平的时候 却因为明朝的出手干预不得不终止 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1616年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汉 国号大金 史称厚金 七大恨 努尔哈赤在三十多年时间里精吞蚕食 几乎统一整个东北 看官们也许会有一个疑问 大明朝难道没有警觉吗 怎么会放任努尔哈赤大肆扩张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到时任辽东总兵李成良 李成良出生于辽东铁领位 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年轻时参军后 在抗击达达 女真过程中表现优异 屡见军功 与七纪光齐名 被世人称为南七北里 1573年升任辽东总兵 成为整个东北的实际主人 不过李成良品性却很有问题 他为人贪婪 奢侈无度 时常敲打欺压当地女真部落 努尔哈赤在祖父和父亲被杀后 选择隐忍不发 利用李成良的贪婪诚性 不断给他打点 送好处 李成良对努尔哈赤的遭遇 本就愧疚 俗话说 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努尔哈赤这么做到事 让李成良觉得他挺懂事 对于他在建州的扩张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李成良看来 努尔哈赤不过是个 蛮一部落小头子 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不过李成良的贪腐 却让明廷的文官看不过去了 一顿参合后 李成良在1591年被罢了官 其后十年间 没有李成良的震慑 辽东边被日益废持 再加上长达七年的万历朝鲜战争 辽东精锐被消耗殆尽 到1600年 辽东总兵力从九万五千人的定额 减少到四万人 这就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扩展势力的良机 1601年 75岁高龄的李成良 再次担任辽东总盯 年事已高的李成良 已失去了基本的战略判断能力 依然与努尔哈赤来往密切 对其在东北的崛起毫无戒备 只要努尔哈赤表示忠心 就饱奏给官 甚至弃地以耳之 1615年 努尔哈赤即将吞并叶赫部 实现对东北的完全整合 李成良才有所警觉 并制止了这一行为 不过在当年李成良就去世了 讽刺的是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 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 毫无避讳地与明朝公开叫板 1618年 努尔哈赤告天 逝诗 宣读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讨明习文 率不齐二万向明朝发起进攻 攻陷俯顺 此时的明朝如梦初醒 只能慌忙整军备战 1619年明朝本部八万人 叶赫 朝鲜两万人 合计十万联军分四路 浩浩荡荡向后金袭来 万历皇帝希望复制对日战争 避其功于一役 彻底消除后金威胁 不过这次打错了算盘 他面对的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在初步判定形势后 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 决定采取平泥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 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 这与二十年前的古勒山决战 九部联军颇有一曲同工之妙 结果可想而知 明朝四路军队各自为战 进展不一 将帅各怀心思 互相倾压 再加上道路崎岖艰险 努尔哈赤充分利用明军孤军深入 和地形不熟 将明军各个击破 最终在萨尔虎全监明军主力 取得萨尔虎之战的胜利 之后努尔哈赤智取开源和铁岭 辽西以外的东北地区全部沦陷 明朝失去了防御后金的缓冲区 整个大明暴露在后金铁蹄下 东北战略格局发生逆转 后金从被动退让变为战略进攻 努尔哈赤虽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东北战略形势 但在1623年至1626年却连吃败仗 尤其是宁远一役被原虫患打败 努尔哈赤在为窥探辽西 恼羞成怒的努尔哈赤在辽东大寺杀戮 生灵涂炭 辽人开始大面积反抗 1626年8月 壮志未愁的努尔哈赤因身患独居病逝 一代枭雄就此陨落